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一集能不能短一点 我都觉得这些建议很好 我就试着看能不能讲得通俗一些 讲得随意一些 然后把每一集内容压缩一下 今天我们讲的是讲人工智能 什么叫人工智能 就是机器替代人脑去干些活 这就是人工智能 像我们以前买东西只能到商店去 现在可以在网上购物 比如到一个购物网站 这个购物网站 它的商品可以比商场的商品多得多 这好多亿的商品 我们能够在好多亿的商品中间 随便是你所需要的那个产品的品种 规格型号 价格要求 颜色需求 你一键下去 不到一秒钟就出来了 当然你们家的网卡了 那可能就出不来 那是另外一回事 你看我以前 我一直这么多年坚持写作 我以前能老到图书馆去查资料 像比如我写我的人拯救人类 这本书我写了28年 在学校的时候 就到学校图书馆去查资料 毕业以后 刚好我的单位 在北京图书馆旁边 北京图书馆现在叫做 国家图书馆 所以我老就到 这个北京图书馆查资料 查点资料可死费劲了 现在 通过搜索引擎 比如通过谷歌啊 通过百度啊 当然我今天举这个谷歌的例子呢 我需要解释一下 我们这个视频呢 要会翻译成多种语言 全球都播放 所以呢 我引用的东西都是 引用的世界线的东西 其实今天呢 在中国国内的查谷歌 还有一点不太方便 就这么个意思吧 比如在谷歌上啊 百度上啊 我查个资料 只要输入关键词 它就是能够在 好多亿的数据中间 一下子 就能够跟你查出来 就非常方便 我现在想啊 我那个时候 要是有互联网 或者我会用互联网 那我的这个数据 不用写28年了 可能就要提前很多年 就跟你写出来 为什么能够到这个 就是因为有程序 这就是人工智能 那么人工智能 现在还可以帮我们 做好多事情啊 比如人工智能 可以帮我们当翻译 人工智能呢 还可以播音 人工智能还能够 下相机 比如把那个国际相机的 大师给打败了 人工智能呢 还可以下围棋 把那个围棋冠军给打败了 今天呢 我就想呢 先展示啊 两个人工智能产品 这是个机器狗 这是由波斯登动力公司 才2016年研制出来的 但是这个机器狗啊 它只能在平地上跑 下面呢 让我们再看一段视频 这也是由 美国的波斯登动力公司啊 才刚刚过去的 2018年的 十月份 研制出来的 一款机器人 从这个机器人 可以看出来 它比那个 两年前的 那个机器狗 它就要智能的多 它动作非常灵巧 可以轻松的越过障碍 还可以旋转 还可以前后翻 它甚至比我们 动这个运动员的 动作还要灵巧 站立还要稳 波斯登动力公司呢 还公布啊 将这样一款机器人 很快就会量产 投放市场 由此可见了 人工智能 正在深度的参与 和改变我们人类社会 科学技术啊 对于这个 不论是人啊 还是动物啊 它的能力的替代啊 它都不外乎 两个方面的模拟 一个方面呢 功能模拟 一个方面呢 质体结构模拟 比如从功能模拟来看啊 飞机模拟 鸟类飞行 这就是功能模拟 飞机的翅膀没有扇动 你看到没有 计算机 模拟人脑 进行计算 它也是功能模拟 它不是模拟的人脑的神经元的运动规律 可是刚才看到的 这个机器狗和机器人 它就是肢体结构的模拟 就人类的这个肢体是怎么运动的 它就是什么 不能是功能模拟 还是肢体结构模拟 科学技术有这么一个闺蜜 它只要是能够实现这个模拟以后 它就很会 迅速地超过人类和动物 并且把人和动物远远的摔 以这个飞机替代鸟的飞行为例 你看现在飞机的速度 现在的飞机的速度可以达到几倍的因素 它的这个无人驾驶飞机 甚至能够达到十倍因素以上 我们鸟才能够飞多快 飞机的起飞重量能够达到大几百吨 鸟能负重多少 那个计算机替代人脑计算 那就更加不得了 现在的计算机啊 它的每秒的运算和速度 能够达到好多一亿次 你说我们人脑才能够每秒运算几次 所以它是好多一亿倍的超过了我们人类 现在的量子计算机忽之欲触 量子计算机出来以后啊 它比我们现在的计算机又强很多倍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刚才那么一款人 这个机器人 你别看它现在很灵巧 十年二十年以后 回个头来看那款机器人呢 它就是款很原始的机器人 如果用人工智能 控制无人驾驶飞机 来追击我们人类 我们人类可以躲到山洞里面去 如果用人工智能 来控制汽车来追击人类 我们可以只走小路不走大路 其实跑不到小路上去 可是刚才那一款机器人呢 它是结构 是肢体结构的模拟 我们人类能走到哪个地方 它就能走到哪个地方 而它的反应速度 凝较程度 会比我们人类要强很多倍 你看现在啊 公开报道 美国啊 这个俄罗斯啊 都在研制机器人战士 我相信呢 其他的大哥呢 也应该在研究这些东西 这个机器人战士啊 开始研制出来的时候 也就可能像我们那个机器人 刚才看到那个机器人差不多 那么年巧 但是呢 我们会让它迅速的迭代升级 把各种最先进的东西啊 都集成到它身上去 使它变成一个牵连 变成一个顺风耳 所用的武器呢 越来越先进 可能开始使枪啊 炮啊 激光啊 化学毒气啊 火焰喷射器啊 后面还有好多 我们所不知道的东西 而它反应的速度极快 它比我们人类的反应速度 可不是快几倍 几十倍 几百倍 不是 它是几十万倍 几百万倍 几千万倍的快 于我们人类的反应速度 你说多么可怕 如果这种 这个机器人战士 陈膝失控 建议人就杀 那不就麻烦了吗 现在其实我们的人工智能 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 现在我们人工智能 它可以自我学习 2016年 谷歌公司呢 就生产出来一款机器人 叫阿尔法购 它下围棋 把韩国围棋 显首 你是十个打败了 这个机器人 它就可以自我学习 它是怎么自我学习的呢 比如我机器人 跟你下围棋 跟你下围棋 我在下的过程中间 我就把那个正确的 我算出来的那个正确的方案 我把它 储存下来 记下来 当我不跟你下的时候 我自己跟自己下着玩 才下的过程中间 我就累计那些正确的方案 也把它储存下来 这就跟那个围棋 显首啊 他被棋谱一样 我也会下围棋 他说我的围棋太业余了 我也没有被过棋谱 但是呢 我知道那些专业棋手 他是要配棋谱的 他不配好多棋谱 他没法比赛 他这水平没法提高啊 可是我们人类 能够背下来多少棋谱啊 我估计现在 专业棋手 能够背下来上千的棋谱 可能就很了不起了吧 这我只是随便估啊 我不能够冷却的说这个事 我也没有跟人沟通过这个 他到底能够背多少棋谱 但是我知道 这个机器人 他能够背多少棋谱呢 他是能百万千万 甚至更多数量的 背下来这些棋谱 他在背棋谱的过程中间 在运算的过程中间 他不断的学习 水平越来越高 你看那个阿尔法国 虽然跟李世世下围棋 赢了 那一盘他赢了 但是他实际上 他输了一局 可是那之后呢 他在面对所有挑战者的时候 他没有输过一次 一局都没有输过 包括中国的 危机选手科捷 跟他下的时候 科捷也没有赢一局 科捷在世界上 在世界围棋的排名中间呢 好像比那个李世世还排在前面 好像是排第一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是因为他之后他又学习了 但是 我们现在的这个机器人啊 他的学习 都是基于逻辑思维方面的学习 他过分的依赖经验 他只能是慢慢慢慢学习 从量变慢慢慢慢到质变 但是机器人要是具备了我们人脑的这种思维能力 就是完全具备了我们人脑的这种思维能力 他不是这么学了 现在的计算机以及知识的机器人 他只能够解决什么问题呢 只能解决啊 记忆啊 运算啊 判断和推理这些逻辑方面的事情 但是他不能够解决 联想 综合概括体验这些方面的事情 他不能够再产生灵感 他不能够产生动物 他不能从这么一个质变 去联想到另外一个质变 但是呢 我们现在的人工智能 正在从只具备逻辑思维能力 像机具备逻辑思维能力 又具备灵感思维能力这个方向发展 如果真正人工智能具备了这个能力 他也在产生联想 所以人类这么愚蠢的入种 怎么能够指挥我这么聪明的机器人呢 他就有可能背叛人类 不听人类指挥 到那个时候我们人类再控制他 就非常难了 所以近几年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 引起了很多科学家的担忧 担心他对我们人类产生极端的危害 你看啊 像马斯克就说 我们需要万分减低人工智能 他比核武器更加危险 霍金呢 就说呢 人类迄今为止啊 最为深刻的影响 就是人工智能的崛起 他说啊 在我的一生中 见证了很多社会深刻的变化 其中最深刻 同时也是对人类影响 与日俱增的变化 就是人工智能的绝起 霍金骇说 人工智能呢 早晚会自我一时绝起 到那个时候 我们要想控制他 就难了 比尔盖斯在接受网络采访的时候 就说呢 人工智能在发展几十年 总可以危及到我们的人类 我不知道 为什么大家对这件事情不重视 而在我看来啊 人工智能的成功 有可能是 我们人类文明史上最大的事情 但是呢 也有可能是 我们人类文明史上 最后的一切大事 因为人工智能的非理性发展 有可能彻底毁灭我们人类 也就是 有可能灭击我们人类 这一集呢 就跟大家聊这么多 谢谢大家